如何让小米手机的电池更难用 这个视频分享一下我的经历 我这个小米10手机用了快两年了 是2020年双11买的 用了一年三个月的时候电池不行了 冬天户外打电话掉电严重 跟苹果一样 今年2022年的2月 我去小米的官方售后 给它换了一块电池花了129 那个电池健康度显示的是基加 可是到了今年6月份 那个电池健康度从基加就变成了良好 没想到到今年的8月份 从良好又变成了正常 它一共四个格 我估计这样下去用不了多久 就会变成最次的也就是一般 据售后讲 这个一般相当于有50%的电量 我买小米手机之前 没想到它的电池会这么不经用 我之前的那个华为Mate 20 比这个手机还要早两年 现在还没换过电池 而且电池的耐久度还是不错的 各位先不要喷 我买的华为和小米可能都是个案 仅供各位参考 我这个小米10是8G内存 256G的存储 当时花3200块钱买的 可能是因为便宜吧 所以说电池差一些 不过每年花129换一块新电池 再花8块9换一个手机壳 每年相当于换了一部新机 也不错 这个手机用的是骁龙865的芯片 这个芯片的速度再加上内存和存储 日常应用再来两年估计也没问题 我感觉最近的各大应用程序都在瘦身 看他们的更新说明就能知道 每次更新都是优化APP的启动速度 什么优化这个优化那个 这是个好事 至少我这么认为 我们回归正题 继续说电池和续航 先说第一个问题 手机掉电速度快和升级系统有没有关系 我先问的是小米官方客服 我问她是不是老版本的系统会更省电一些 看头像是个小姑娘 她跟我说 当然是新系统新版本更省电 是因为新系统有更多优化 修复了以前旧系统的一些问题bug 后来我又问了换电池的官方售后 他们的技术跟我说 目前MIUI 13比上一代MIUI 12.5更费电一些 从省电这个角度来说 MIUI 12.5会更好 后来我就看了一些网上的评论 很多人说MIUI 12.0.11 那个是安卓10的最后一个版本 那个最省电 还有人说MIUI 11最省电 你认为哪个系统更省电呢 欢迎写到评论区 说说我的经历 我这手机刚买到手的时候 它的初始版本是MIUI 12.0.7 是安卓10的MIUI 12 我没赶上MIUI 11 后来我升级到了MIUI 12.2.2 那是一个很差的版本 后来被撤包了 后来我又升级了12.5 12.5是一个瘦身的系统 做减法的系统 今年年初货完电池 我又升级到了MIUI 13的开发版 开发公测版 用了半年 最近刷成了MIUI 13.0.7稳定版 除了MIUI 11剩下的系统我都用过 我的个人感受 这些系统有安卓10 有安卓11还有安卓12 我感觉都差不多 从耗电续航这个角度来说 都差不多 大差不差 都是50步效百步 什么因素对电池的续航影响更大呢 我认为是使用习惯 我之前做过两个视频 一个是华为手机的省电策略 还有小米手机的省电策略 其实策略都差不多 适合于更多的安卓手机 有常规方法 也有一些我新发现的一些问题 我先说常规方法 简单的说一下 想了解详细方法的 可以翻一下我之前的视频 新的安卓手机到手之后 或者你刷了一个新系统之后 第一步要做的是 删掉没有用的第三方应用 第一方系统应用 如果可以删的用不到的 也给它通通都删掉 第二 关掉不必要的通知 系统通知和第三方软件的通知 如果不需要 全给它关掉 安卓手机有一个自启动 除了微信都关掉了 小米手机还有一个超级壁纸 这个没什么用 又占内存又耗电 看久了也腻了 关掉 下面还有两个系统推荐的 一个是建议使用黑色模式 也就是黑暗模式 黑暗主题 因为现在很多手机的屏幕 都是OLED屏 黑色可以省电 但是这个黑色我看久了不舒服 所以我设置的全天白色 虽然系统说设置上暗主题 可以增加多少多少的续航 但是我就不用 还有一个就是高刷 系统建议使用60赫兹 关掉高刷 可以省电多少分钟 因为这个手机有高刷 我也感觉高刷这个功能不错 所以我就不关 以上都是常规操作 下面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最近的一个新发现 一个耗电大户 以前没发现 这是什么呢 那就是小爱同学的语音唤醒